有一天我就真的遇到娜的 然後我就說 欸 娜兆哥 你情商好一點了沒 我男朋友最近每天陪你聊天 我把時間都讓給你 我想你應該要好一點了 蛤 你在講什麼 然後我就 欸 不是啊 我男朋友每天跟你通電話 他說 誰要跟他通電話 哇 這超衰 然後後來我 重點是我 我一發現的時候 通常我發現這種 都會從腳底涼上 頭皮就會發麻 我想說怎麼辦 又抓到了 我就很討厭抓到這種事情 然後回到家 又 聽到沒 他剛剛講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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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 因為其實真的抓到蠻多次 然後就是抓到的時候 我就頭皮發麻 但是通常我只要抓到 我的個性就是直接先分手 所以我對我的這個男朋友 至少感情先去掉了一半 所以回到家 其實都有一點點 看笑話的心情 因為我就會跟自己 因為我喜歡到最後自己療傷 但是我喜歡先把事情給處理好 所以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說 寶貝 他今天剛好晚上好像要約我出去 但我一直說我想陪你 但我可能不會出去這樣 我說是喔 好厲害喔 然後他就 他去美國 他肚子裡有小孩 你配越小聲一點好不好 我就說他從美國回來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 他先嫩了一下 但他也很聰明 他就說 喔對啊 他都用那種免付費的打回來給我 喔還在拗喔 對還在拗 我就說喔是喔 所以他每天都在美國 我打回來給你喔 對啊你看他情商到美國 你看我們是不是更應該陪他 我說喔 那你今天 他說喔 那他現在還在美國啊 就是什麼什麼 那我就清楚了嘛 就這樣對陣一下 就知道他是撒謊的 在騙 然後再過一陣子我就跟他講說 喔我今天有碰到納豆 我跟你講那個表情喔 真的就是喔 3D動畫 然後後來他就 就道歉啦 就一直道歉一直道歉 但已經來不及了 這個 其實不是你檢查手機對不對 其實通常我真的都不檢查 但一定要到肉線的那一刻 我真的覺得女生 剛剛你講的百分之八十的那個 85 85%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 就是我們只要發現男生有怪 有感覺 或是有 那我問你 在這通電話出包之前 已經感覺到他怪了對不對 我就 我跟你講那個心裡的疙瘩 你就會覺得說 就是哪裡怪 說不上來 就是你會覺得他腳多抖了兩三下 你就覺得他哪裡怪 沒錯 或是 自己身體抓了那幾下 你就會覺得說 但是我又不喜歡用B問說 你幹什麼 為什麼 你手機拿給我看 我不喜歡做這種事 是 所以這個是把女生的名字 直接變成男生 還有嗎 QQ有嗎 有 你看到他也是用男生的名字嗎 對 他晚上的時候 都 半夜的時候一定都會接電話 可是呢 你眼睛飄過去看 竟然是寫 豪哥 其實一般看到這個 你應該會覺得是 那個哥們啊 或什麼之類 可是你越到後來 半夜幾乎都是那種 比如說兄弟啊 豪哥 都一直在變化 都是哥們那樣子 你就會覺得 天啊 他是不是在外面 偷吃了 對 後來我發現他手機裡面 Facebook 因為Facebook一定都會 在手機裡面 登錄帳號密碼 所以你就直接可以看了嘛 對不對 然後就會 看一下 到底誰是豪哥 可是呢 他Facebook沒有很坦蕩 寫豪哥兩個字 結果發現 在有一個女生的留言記錄 下面寫說 他也很願意當小三喔 他就說 那你就這樣子 稱呼你女朋友 就不會發現 後來才發現 因為他跟那個女生 打的暗號啊 全部都是麻將 可是一開始 我不會懷疑東懷疑西 就想說 約出來打麻將很OK 可是 就是一兩次還OK 可是 他在上面寫說 我今天跟你去打兩三次好了 或是 隔一天又說 三四次好了 怎麼麻將會用刺呢 一般麻將不是都用刺嗎 打幾圈 對 所以從這個 他有可能一次好幾圈啊 對 可是問身邊的姐妹們講 然後 而且他還有很多術語喔 比如說 自摸好了 我當初覺得還好 就是說 欸今天可能下雨 我們就在家裡 就自摸好了 你知道這句話是什麼 就男生啊 自己家自己解決 然後甚至呢 甚至他還有說 就是發這個字 對 然後他是寫發這個字 然後發到哪裡去耶 他們要去旅館 後來我真的是有請我的朋友 去跟蹤 結果 真的是 就是 就是 一邊跟我交往 然後一邊又私底下跟他交往 這個交往多久 這個喔 我交往都很久 這個一年 一年啦 一年還要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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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才幾歲而已 我才25歲啊 真的嗎 真的 我實在知道為什麼最近詹子晴 一找我打麻將 沒有他正在約麻將 他正在約麻將 我才不找你耶 Jenny佛呢 我男朋友都在我旁邊講電話 可是他有異樣的時候啊 他就會跑到那個廁所去講電話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就說 你為什麼不在我旁邊講電話 為什麼要去廁所 那他後來就都在我旁邊講 可是講的時候我覺得很奇怪 聽起來就好像是女生的聲音 然後我就說 欸是誰打的 他說我表妹打的啊 後來有一次 他又再一次接電話 我就聽到 欸又是女生 我就直接把那個電話搶過來 然後我就說 喂 呃 我說請問你哪位 他說 我是他玩線上遊戲的朋友 然後就穿幫了啊 我就很生氣 氣之下 我就 然後我更生氣的是 所以我把床搶整個剝破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恐怖情言 真的滿恐怖的 真的滿可怕 那應該很快就可以分手了吧 沒有我們還交往你吃 啊 所以現在是分手了 分手了 分手了 你不放他走就對了 沒有他不放我走 喔 對 所以為什麼女朋友呼你兩巴掌 你還可以繼續留下來 這是 這是 被虐狂嗎 我也會 或許她真的是因為對不起她女朋友 所以她有一種 有一種 愧欠她救贖的心態嘛 你打我 會讓我好過一點這樣 沒有解 徐老師 那真的女生的懷疑85%都對的嗎 嗯 那個 我覺得啊 越會查的 越會懷疑的 其實反映的是 女生心裡的沒自信 對 所以 其實像剛剛Jennefer 她們提到的這些東西 我覺得 像她割床單的那些舉動 情感都非常的強烈 對 所以 發生了這麼多事以後 下一任 七年來的 累積起來一起查 就比較容易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下一任可能會很辛苦對不對 對